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媒体都已经进驻了 活动前一天已经有大批媒体进驻 维安也升级 场内场外都有军警戒备驻守 这场党代表大会除了川普本人 川普妻子梅兰尼亚 儿子小川普都将出席 川普也预计会在大会上公布副手人选 并接受共和党正式提名 只是如今传出场外 还有一场反川普的抗议活动 也会按照计划进行 让维安绷紧神经 接下来在川普和他的副手 正式获得提名之后 密情局对他们的保护都会升级 也会提供直系亲属的安全保护 可以预期对密情局来说 这个压力会更大 那么这场造势活动的枪击事件 也将彻底改变这场美国总统大选 两个竞选阵营 在讯息上要怎么定调 选情的方向会如何改变 现在都还不清楚 TVBS新闻家会美国密尔瓦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